間歇性斷食附送的好處當然就是 可以幫你減少脂肪 讓你可以更專心更加強記憶力 間歇性斷食似乎是一個 比較接近躺著就能瘦的日子 但真的是這樣子嗎?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其實間歇性斷食一點都不特別 我們祖先早在30萬年前 天天都在做的事情 原來祖先在沒有火之前 天天都在吃沙拉 是一樣的道理 在你沒有採集到水果和打到獵的日子 祖先們天天就是有一餐每一餐的 而且那個時間就是會超過我們現在的16、8 間歇性斷食能增加腦力 讓你可以更專心更加強記憶力 也是非常輕有可原的 因為你肚子越餓腦子就要越清楚 食物光乎生存 我們在動物界異常大的大腦 就是要幫助我們繼續生存下去的 所以在你飢餓的時候 大腦就要更有辦法活化他的腦力 想出生存的方式 間歇性斷食可以增加生長激素分泌 減少發炎反應 刺激腦內神經緣增加記憶力和理解力 還可以保護腸道的好菌 還有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增加細胞姿勢 或許可以讓你更年輕還有嚴嚴益瘦 我覺得間歇性斷食跟結食最大的不同 就是會不會延長跟啟動你細胞姿勢的反應呢 間歇性斷食附送的好處 當然就是可以幫你減少脂肪 這也是許多人躍躍欲式的原因 但因為結食和運動我都沒有辦法好好遵守 間歇性斷食似乎是一個比較接近躺著就能瘦的日子 但真的是這樣子嗎?我們先來看看 我們不吃東西的時候身體到底都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今天講的是24小時內的斷食 首先這是一個健康人的時間軸 零到一個小時 從我們吃進食物開始算 吃完東西三小時之後 胰島素就會開始指揮搬運血管中的血糖去倉庫 這時候你的血糖就會數字開始下降 第一站當然先存到你的肝臟跟你的肌肉 所以在你需要的時候就可以很方便的把它馬上拿來用 那等到你肝臟跟肌肉的位置這些儲存的部位都填滿了 能量就會存到你的脂肪裡面 那在吃進食物的9小時之後呢 胰島素不再分泌了 你的胰臟可以暫時休息一下 但因為你這時候你的身體還是需要持續的使用能量 你辛苦的胰島素又要分泌胰高血糖素 來釋放Glycogen 肝糖 你只要知道不吃東西9個小時 身體還是有辦法幫你維持一定的血糖濃度 穩定的能量供給 11個小時之後 我們身體體內啊 肌肉這些糖也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所以就開始消耗我們的脂肪啦 插波 所以間接性斷食只要說得對 你是不用擔心肌肉會流失的 反而因為會分泌一點激素的關係 繼續幫你維持你的肌肉量 而且能量使用的順序 在你這些短期的儲備能量這些糖用完之後 再來是用脂肪 肌肉真的是排在很後面 除非你真的很久不吃東西 那如果你只是24小時不吃東西的話 真的不用擔心 因為這些東西都跟生存有關 你想你的祖先要16個小時 每吃東西就開始掉肌肉的話 我們現在也不會活到現在啦 燃燒脂肪 代謝脂肪的副產物就是Keyton 銅體 銅體可以直接當成原料供給給大腦運用 那再次強調 大腦不僅是只能使用葡萄糖 它也可以使用銅體當成能量來源 這時候斷食就會開始有帶給大家 覺得腦子特別清醒 特別能專注這些好處 我覺得有點要注意的是 在我們代謝脂肪的時候 除了釋放脂肪、釋放能量之外 之前被一併出進脂肪的一些 子溶性維生素 AD、EK 一些荷爾蒙等等的 那包含溶解在脂肪裡面的毒素 和有毒物質也會一併被帶出來 到你的血液中 所以理論上瘦的好處就是 你減少了身體的這些脂肪量 你會同時的減少一些毒物儲存在自己的身體室內 所以目前科學家就覺得 減脂是一件不錯的事情 那高強度運動跟斷食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這個微微的生存壓力 也會促進你的大腦想辦法去回應這樣子的壓力 這時候你腦中就會產生可以保護神經元的蛋白質 來強化神經元之間的生長和連結 刺激海馬回應裡面的幹細胞 生產更多的神經元 增加神經細胞內更多的立腺體 翻譯成人化就是 這就是為什麼運動跟斷食 可以讓你覺得你可以學得更好 記憶力更好 接著在距離吃下食物14小時之後 它會舉細胞自視反應開始 人體在老化的時候 就是比較容易出錯 細胞自視反應就是 為了去處理這些做壞的蛋白質 但是像癌細胞就是 它是壞掉的細胞 但是它沒有辦法死亡 所以細胞自視可能有機會被拿來治療癌症 你可以想像這就是 細胞定期綁自己的大掃除 還有質量控制 確保裡面一切營運的非常正常 阿滋海默症有一個很大的病徵 就是蛋白質會黏在一起形成斑塊 如果能大量活化細胞自視反應的話 就可以主動的把這些不好的蛋白質移除掉 所以現在已經有藥廠在研究 怎麼刺激細胞自視來治療阿滋海默症 那間接性斷食的節奏 因人而異 你可以試試看哪個比較適合你 有時候到了一個境界 你常常就會覺得你就不餓 你就可以考慮說 是要等餓了再吃 還是說16個小時 時間到了就要吃 總之間接性斷食可以延長 身體燃燒脂肪的時間 如果配合飲食 我覺得就會蠻有效的 那除非你有在做高強度的運動 你身體裡面肌肉裡面的糖 很難被用完 你再吃進去 就會被繼續儲存到你的脂肪裡面 如果你誠實地面對自己 對我而言要跑10公里很難 可是不吃16個小時 是相對容易一點 關於經驗性斷食 目前的研究越來越多 但大部分還是在老鼠上面 所以以上講的這些呢 就是一些理論給大家參考 但如果你有興趣嘗試的話 一定要記得多喝水 傾聽自己身體的聲音 因為沒有一種飲食習慣 是適合每一個人的 如果你覺得身體不舒服的話 自己要停止下來喔 那今天就這樣 希望你可以 減脂成功 頭腦一片光明